今天剛才說 慶祝國家生日快樂以外 聯合一個大家關心的焦點就是 交通 今天就是國情四天連鎖架機的頭一天 不像鄉親攤連鎖架機 天氣這麼好 冠軍要出去走走 不過 塞車正路的時候 鄉親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路段都搭車 像說當部 所有的路段都搭到很嚴重 甚至有的搭到 所有的市区 跟家裡一定的搭 國土五湖也是一樣 似乎比較沒有20公里 國與國山特別路段 特定路段 也是都搭車 所以建議鄉親 你如果要出門的時候 可以走一些代替道路 這樣才不會搭車 既然騎在蘇華街的路口 一直在噴鼻子 提親加速 要趕快速度 因為國情四天連鎖 第一天 早上七點多 蘇華街 翁華蓮的一口 已經嚴重搭車 甚至是搭到所有的市区 總共兩公里等 車全部都不停不停 若是蘇華街 若到這個家裡一定會搭到國土五湖 就變成是一個大型的停車場 尤其是南港到平台的路段 車速不到20公里 後一口路南 中華到保安的路段 四山都全部都搭車 四山只有20公里 由美到新町 車流量也很大 國土三湖 三面到關西路段 還有黑日到無方 車也是走在停內 車速只有20到40公里時間 國公局提起民眾 如果沒有想要搭車 建議走替代道路 像國土一湖 九三湖 能夠走台六十一山 國土五湖 能夠走台九山 百岐公路 都可以聲調 趴在那樓林的時間